《环球时报》报道记者刘洋,在温室气体排放,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核能作为一种清洁能源,正受到全球不少国家的青睐。 但在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严重事故之后,如何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利用民用核能的话题,日益受到关注。 由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主办的《中国核能可持续发展论坛》一日在京举行,多位专家现场发布了一系列中国核能发展的重磅消息。 在论坛上,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局局长刘华介绍称,今年会有核电项目陆续开工建设,我国现有运行核在建核电机组56台。 机组数量已达到世界第三位。 中国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继续发展核电。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理事长于建峰介绍称, 中国已投入运行核正在建设的三代核电机组,已达到十台,占世界三代核电机组的三分之一以上。 中国建成了世界上首批投入运行的AP1000、EP23代压水堆核电机组。 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顺利推进。 全球首堆福清核电5、6号机组。 海外首堆巴基斯坦卡拉奇K2、K3项目,有望按计划或提前建成投产。 在四代核电创新领域,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已进入安装调试最后阶段。 明年上半年将建成投产。 根据当天发布的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19蓝皮书的数据, 截至2018年底,世界在建核电机组54台。 目前,全球17个国家或地区正在建设核电站。 其中白罗斯、阿联酋、孟加拉国、土耳其是新的核电成员国。 全球关注的核能安全问题,也是本次论坛上讨论的重点。 据专家介绍,与二代核电相比。 三代核电的安全性更好。 发生核安全事故概率更低。 在设计上可以保障即使发生堆新融化等严重事故。 也不会在核电站之外,产生较大的放射性后果。 除了在技术方面提高核反应堆的安全性。 中国还在相关法律和制度方面,加强监管力度。 国家原子能机构副主任张建华,在当天论坛上表示。 原子能法有望年内出台。 At Sevilla Debt Post, 7500 on the 31,新华社马尼拉5月2日电,记者正新元孟臣,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两国军方,2日在飞南部城市达沃举行仪式。 启动在两国附近海域的联合海上巡航。 以遏制该海域日益蔓延的海盗、走私等跨国犯罪活动,及恐怖主义威胁。 菲律宾军方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 此次巡航的主要任务,是维护两国交界处海域的安全,打击海上犯罪,遏制走私,海盗等快国步伐行为。 联合巡航活动包括演练和实战项目,将为两国海军封禁合作,增强执法能力提供契机。 据了解,参加联合巡航的两艘军舰,均已抵达达沃港。 两舰官兵将在三日举行演练和联谊活动。 四日,两舰将正式出港驶入相关海域,展开为期十天的巡航。 按计划,类似规模的联合巡航,在今年内还将举行次次。 上述海域是东南亚最重要的商贸航道之一。 但近年来饱受海盗、抢劫、绑架、以及地区性恐怖主义活动的侵害。 仅2018年, 盘聚在菲律宾南部的极端组织阿布莎耶夫武装, 就曾多次在这一海域,绑架了数名马来西亚及印尼船员。 原标题,俄电视台为何列出和报复美国目标? 外媒称俄试图拉美国回谈判桌。 外媒称,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一名知名主持人杨颜克里姆林公, 可以通过袭击五角大楼和弹围营来进行报复。 从而提出了俄罗斯与美国发生和交火的可能性。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 2月25日报道称, 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国家电视台主持人, 在24日黄金时段,总结一周新闻时发表的这番言论, 加剧了俄罗斯在一项与华盛顿的冷战时期, 和协议破裂后产生的紧张关系。 这名主持人详细介绍了假如美国或其盟友发射导弹, 击中俄罗斯领土的话, 俄罗斯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 其中包括可能对哪里发动打击。 俄罗斯24新闻频道主持人德米特里基谢廖夫说, 俄罗斯正在研发的一种新型核导弹潜艇发射的告尸导弹系统, 将门构在不到五分钟内飞抵美国。 报道认为, 这个节目强化了俄罗斯总统普京, 近日发出的警告, 即如果美国在欧洲部署短程和中程导弹, 莫斯科将瞄准美方指挥控制中心。 报道称, 普京把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压在捍卫俄罗斯的利益, 使之不受美国攻击上。 在暂停旅行中导条约义务后, 俄罗斯最近几周提高了调门。 此举事对华盛顿关于如果莫斯科不销毁美国声称违反该条约的导弹系统, 美国就在六个月内退出该协议表态的回应。 自2010年以来, 普京一直在监督推进一项数十亿美元的重整军备计划, 设在华盛顿的独立研究机构军备控制协会负责人达里尔金伯尔说, 俄罗斯可能准备好了与美国就一项不部署导弹协议进行谈判, 这可能会阻止一场破坏稳定的军备竞赛。 机械廖夫说, 克里姆林工领导人的话是一个承诺, 即一旦美国在欧洲部署短程和中程导弹, 旧打击决策中心, 报道称, 一张卫星地图, 显示了在五角大楼、 戴维营和华盛顿州吉姆克里克海军通信基地的潜在打击目标的位置。 另一张图片显示, 一艘俄罗斯潜艇, 可以在距离美国东海岸或西海岸200英里, 一英里约合一, 6公里的地方发射一枚告示导弹, 并在美国防空系统发现之前对目标进行打击。 并据路透社2月25日报道,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列出了莫斯科一旦发动和暴富将要打击的美国军事设施目标, 并指出俄罗斯正在研发的一种高超音速导弹, 能在不到5分钟内击中这些目标。 这些目标包括五角大楼和位于马里兰州的戴维营总统休假地。 这则报道于24日晚播出。 几天之前,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 莫斯科在军事上做好了面对一场新古巴导弹危机的准备。 如果美国想要来一场这样的危机的话, 俄罗斯担心, 随着冷战时期的军控条约中导条约瓦解, 美国可能在欧洲部署中程核导弹。 在紧张气氛升温的情况下, 普京表示, 俄罗斯将被迫应对, 比如在美国水域附近巡逸的潜艇上, 部署高超音速核导弹。 普京表示俄罗斯不想重新卷入军备竞赛, 但他也调高了军事上的调门。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他这种做法是一种策略。 试图让美国重新参与, 关于两个大国之间战略平衡的谈判。 近年来, 土耳其政府以扩大防务出口, 为重要战略目标。 武器装备出口量不断攀升, 大有成为国际军火市场飞马之势。 土耳其在防务出口领域的飞速发展, 引起西方国家关注。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认为, 土耳其在国际军火市场上, 确实取得了不错成绩, 但仍面临不少挑战。 简单生产者转向复杂技术工。 国际战略研究所刊文称, 长期以来, 土耳其主要出口技术含量不高的军工产品, 给外界留下的印象, 只是简单生产者。 该机构研究员沃尔德恩表示, 原因很简单此类军工产品技术含量相对较低, 价格低廉, 而且国际市场上同类产品竞争激烈, 所以很难卖出一个好价钱。 不过, 沃尔德恩同时注意到, 土耳其军工企业并不甘心充当简单生产者。 过去12个月的出口合同显示, 那是一段时间的好价钱, 水南丰岩被想要出口的存在。 水南丰岩被想要出口的数据与水平, 水南丰岩被想要出口的存在。 水南丰岩被想要出口合同显示,